李登辉遭到昔日情同父子的陈水扁举发 汇出16亿到新加坡 最高检察署已经在12月初发文国防部 要求调阅代号飞龙的幻象机采购案 发现在1998年战机全部都已经交机完毕 但直到最近2000年 3000亿的采购款却在国内 资金流向疑点重重 此外像是中广案 李登辉时任国民党主席贱卖中广土地 使国民党亏损30亿 事后由他担任荣誉董事长的台中院 却陆续收到巨额汇款 检方要查当中的关联性 还有包括陈水扁举发的 李登辉一次靠人头账户汇款到新加坡 中广购地案 国安密账案 还有侵占党资金和军购案 检方也将一并清查